爸爸他也是有他的苦中才这样分遗产 不明白的那个人是妈妈吧 我妈妈辛辛苦苦管理酒店二十多年 为什么我妈妈又得到任何股份 你不能成为哪家酒店的主人 因为你的姓氏不再是基兰娜了 我就不是爸爸的女儿了吧 把所有的员工都开除了 赌事长把你也辞退了 大哥 你没有权利这样做 我一定要找到证据 证明凶手不是我妈 12月28日晚间七点 未来戏剧台酒店风云